美容低音樂 同樣的統一 藍綽宸 你說他比較好 他剛剛講的你認同嗎 如果是把那個概念 拿到你的統一來講 他的服務態度好 伺服態度也好 人也很好 很nice 我覺得平均教育學生比較好 每家的任何東西 每一個員工大部分都會使用 我會說像有些新來的樣子都不會有 什麼意思啊 就是一些東西使用 還是一些那個 它的儀器設備 它的所有的使用 好 現在問題出現了 現在問題出現了 你知道我主題是什麼 我的主題是說 量化跟直化 量化假設很明顯的 如果我問你的問題是說 統一全家跟萊爾富 哪一個店家比較便宜 商品比較便宜 它是量化還是直化 是量化還是直化 哪一個 三個超商哪一個比較便宜 價錢比較便宜 是量化還是直化 它可以算嗎 可以不可以用單價去算 假設說 目前三個超商的價 貨價貨價上面 1500個商品 目前每一個都有1500個商品 1500個商品的單價 只要相同的把它抽出來 然後做一個比較 然後算出它平均價格 哪一個比較便宜哪一個比較貴 是不是可以算出來 而且非常精準對不對 那叫做什麼 那實際是量化的東西嘛 那可是剛剛我問你 我問你說 哪一個服務比較好 哪一個感受比較好 感受喔 它是感受對不對 我把這擦掉 它是感受的時候 結果咧 有同學說 他人好 也許這叫服務態度嘛 人很nice 然後服務態度很好 服務態度很好 可能剛剛有提到 南少城提到說 他在儀器設備或者店內的所有的 店內的用品 設施 使用很熟悉 使用很熟悉 好 那我問你喔 你的感受 跟另外一個同學的感受 會不會一樣 某一個同學說 精進結說 那個看起來 他服務好親切喔 結果咧 那個南少城說 我覺得差不多耶 收手 然後呢 這個 這個誰啊 這個 紫希 紫希說 我覺得 跟你的看法不一樣 我覺得他們那個 感受是因為 他穿了制服 而且 一進門的時候 我很喜歡聽到 他這個歡迎光臨 那你們各談各的都不一樣 都是感受喔 都是感受 那是不是變成說 這感受是內心的一種 內心的一種反應 對不對 看得見嗎 這些感受是屬於內心的 是內隱的 不是外顯的 內隱的 隱藏在裡面的 那這種東西呢 不容易 不容易用量化 你要勉強用量化是可以的 不容易用量化 這種呢 通常我們會叫它 比較偏執性的 如果說 我現在用一個問卷量表 我設計幾個問題 你問說 他的服務態度 你的感受如何 或者說 每一次 你在購買 找零錢 找錢的時候 或者付錢的時候 那個 你覺得 你會感受很好嗎 你在付錢的時候 找零的時候 或者說你在拿商品 你在詢問他的時候 問商品的時候 每一個問題都問出來 加種起來 叫做什麼 感受啊 是不是這樣子 我第一次 我大概是三年前吧 三年前 三年前 我去到新加坡的時候 我完全被 被以前的人家給我的印象 完全被我打破掉 我還沒去新加坡之前 我去四天 我沒去之前呢 人家的印象 或者報導都說 新加坡非常乾淨 對不對 還有呢 還有沒有其他的感 有沒有聽過 人很和氣 然後呢 這個地方很小 然後呢 每一個人生活的水平很高 尤其是 新加坡是 這個東南亞呢 最乾淨的城市 我四年前吧 還是三年半以前 我已經來中華了 我一次去那邊做專題報告 去報告的時候呢 我在那邊四天 我的感受完全被打破 打破在哪 第一個 所有地鐵出來的出口 煙地滿地都是 滿地都是煙地 煙屁股一堆 然後呢 到很多店家 吃飯的時候 每一個人講話聲音 都已經 不像以前說那種 有規矩的人 不是 很大聲講話 不管別人怎樣 現在我們台灣也是很奇特的 在公車上 在捷運上面 很多人講話那種 好像渾然 渾然忘我 一點禮貌都沒有 然後呢 我感受最大的是什麼 我住進旅館以後 然後想到 肚子餓 沒東西吃 那時候剛剛 好像是三點多 坐飛機到 然後我就下來 出來旅館門口 隔壁有一個7 7-11 一樣是7-11 我進去 拿的東西 付的帳 我進去也沒有聽到 什麼歡迎光臨 什麼都沒有 其實新加坡 英文 中文都通的 它是並行的 你用中文英文都可以 然後我進去 沒有聽到 任何什麼歡迎光臨 我有come 也沒有 然後呢 我一進去 拿好東西 付完帳以後 因為我聽到他們講中文 我就說謝謝 他眼睛瞪我一下 瞪我一下 我嚇了一跳 他也沒跟我說謝謝 我跟他說謝謝 他瞪我一眼 我想說算了 可能是這個人情緒不好 後來四天內 我大概去了7-11 不同家7-11 大概有十次 大概有十次 因為助理館有時候常常 有時候買水啊什麼 十次都是這個樣子 我才發現說 他們的訓練 根本沒有這個 沒有禮節的問題 他認為這就是習慣啊 沒有問題啊 反正也沒有什麼好卸的 交易嘛 沒什麼好卸的 感受完全不同 但是這是感受 這是感受 也許我是認為這樣 可是新加坡認為 這很平常啊 沒有什麼服務好不好的問題啊 這種情況呢 我們也許就歸類在 比較偏向個人感受 他比較偏一點點 直的部分 好 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更偏直性的研究的是什麼呢 譬如說 譬如說 今天你要了解 像現在那個電影最夯的是什麼 好 塞德克巴萊 塞德克巴萊 因為這個 我反正翻譯的對我都是非常大的壓力 塞德克巴萊 這不是最夯的電影嗎 對不對 好 塞德克巴萊 是最夯的電影 然後呢 他怎麼來的 他的故事怎麼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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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會記得這故事 誰會去把這故事把它編整出來 也許你認為說是 是那個 導演 也許你認為是編劇 好 哪怕是導演哪怕是編劇 原始的資料從哪裡來 有誰回答我 原始的資料從哪裡來 傳記或者記事 或者說 還有呢 如果是你 你會怎麼想 歷史 歷史 歷史怎麼來的 假設啦 你們現在上過我的課 然後呢 尤其是這一門課 很多人都板著臉孔 因為不能講話 不能吃東西 你稍微講話 稍微做別的事 我就走過去看你的眼了 五年後 十年後 同學 你們同學會 又在討論 又在講 過去我們在中華的時候 上什麼課 哪些老師怎樣怎樣 聊天嘛 或者說 另外一班也是我教的 也是這個樣子 結果哪一天 你們又碰到也會聊到說 以前什麼什麼 我常常講一句話 我不希望我在上課的這一個 我在面對面 你們就學的時間 認為 啊 湯老師好好喔 歐趴 好好喔 上課不管怎樣都沒關係 可是呢 畢業以後 當你去就業的時候 人家問你問題 你答不出來 然後當你去做其他事的時候 你沒有一個 沒有一個感受說 那個老師給我什麼幫助 然後再開始罵 哎呀 那個湯總很混啊 對混 我不希望過去以後 被人家罵我混 我希望說哪一天 十年以後 你在馬路碰到我 還會叫我 哎 湯老師 我以前上課 我雖然忘記你了 但是你會這樣叫 我心裡會覺得很好 那是我的一個目標啊 我一個理想啊 張老師的職責嘛 好 假設這些過程 這些過程 因為 將來有一些某什麼事件 然後同學們在聊 然後聊的時候呢 有一個人可以從頭到尾 把所有人家 跟他聊的事情通通記起來 通通記起來 通通訪問啊 或者去做 把記起來 那個記出來就是所謂的歷史嘛 那種叫做直性的一個研究 它不是 它不是可以趁金趁量 用公尺公分 或者這個數量去做統合啊 不是 而是必須要靠訪問 靠面談 靠觀察 比如說 再講更深一點 某某 假設說 九族 九族裡面 泰雅族 泰雅族的生活習慣是如何如何如何 講這個 他跟亞美族有什麼差別 如果這樣子的話呢 他還是直性的 必須要用直性啊 為什麼要用直性 他可能要去泰雅族生活個一年 觀察 紀錄 他們的生活習慣 他碰到什麼事情會怎樣 他生氣的樣子 大部分生氣的樣子如何 然後到阿美族那邊再看 看一年 然後做一個比較 他用觀察的 因為 因為你要問人家 這種事情你會生氣嗎 也許 有些人想說 我不會 可是呢 他說 我不會生氣啦 我不會生氣啦 你看表情就知道他是生氣了吧 講出來說 我不會生氣啦 他不看你 我不會生氣 那是生氣還是不生氣 不知道耶 你可能要一段時間去了解 真正融入 他才知道他是不是生氣啊 我前天 前天 昨天 前天 大前天 我在 你去看 你去找我說 我們在那個專題製作下午啊 有記者打電話給我 非常非常生氣的 在抱怨我們學校 某一個系 辦公室的 一個系柱 非常生氣的在抱怨 我馬上去處理 馬上去處理這件事情 他抱怨 他在很生氣講話 我知道他很生氣講話 可是我不知道 他的表情是如何 也許他那個生氣說 我對你們很不滿怎樣怎樣 也許是什麼 記者的口頭禪 他真正生氣嗎 也許他不是真正生氣 他只要把資料收給我就好了嗎 你時間弄給我好 我只是催你的部分 我要催你 我用這種方式跟你講 真正生氣嗎 記者我怎麼知道他是真生氣還是假生氣 或者說 你看到那個政治場合 這個全世界最有名的 而且第一次拋到全世界的電視上面 就是中華民國的議會裡面 有一個議員跳到桌子上面去打人 全世界最有名的 朱高盛 你們有沒有聽過 不知道嗎 大概15年前吧 全世界最有名 台灣最有名的喔 欸 那個 那個部分只是表達這樣 啊實際上呢 他是真的是為了 為了這個法案呢 還是真的是為了說 他這個個性裡面認為說 我這個一定要 好好的把 把這個議案裡面的事情凸顯 還是說他只是作秀咧 你怎麼知道 你可能要透過影片觀察 透過過去的一種觀察 所以 他只想要理解 他內心世界到底想的是什麼 這種叫做什麼 直信 所以呢 我還沒有說要下課啊 所以 什麼叫直信 什麼叫亮化 什麼叫直信 什麼叫亮化 什麼叫直信 什麼叫亮化 直性的部分是 當你真正要把直性講 什麼叫直性的時候 叫做內心世界的了解 你沒有辦法真正去把 統計的數據 或者很明顯的表達出來的 這種是屬於直性的 量化是可以用數據做統計 做比較 這叫做量化 直性跟量化有這種區隔 而且直性跟量化 有他們之間不同的 研究的方法 你採用的方法會不一樣 這個叫做 研究的兩大類 那你也可以怎麼樣 直性跟量化做一個 並用 並用的意思就是說 好我去觀察 我去觀察 泰亞族 或者阿美族 在某一件事的時候 它出現次數有多少 我同樣觀察我出現 這邊出現次數如何 然後他們有做哪一些事情 我用記的方式把它記起來 也可以做直跟量的並用 這叫做質量並行的研究 好 那這一節我談到的是 第一次 複習上禮拜 文獻很重要三大塊 意義內涵跟相關的結果 第二個 我跟同學講說 當你要去看 研究的時候有不同的類型 類型四大塊 它是跟我們的成績 研究成績有關 接下來呢 我們談到說 研究類型又可以歸類成為 直性跟量化 你們要做直性或者量化 這是非常重要的概念 下一節我會從量化來看 或者直性來看呢 到底怎麼樣的一個專有 很重要的專有名詞 好 接下來呢 我們剛剛講說 量化跟直化的差異 這個概念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下禮拜考試 下禮拜考試 我現在開始 如果你們這種狀況 我每一次都要考試 本來就不應該 不需要那樣子嘛 你現在每一次上課都這個樣子 然後第二節才來 不知道要幹嘛 要當掉了嘛 是不是 那就不要來了 真的 浪費很多時間耶 別人浪費很多其他同學想學的時間 好 我再講一次 上課不准吃東西 不准打電話 不要給我講話 身體有問題 有不舒服 你跟我講 上課不要給我睡覺 這小學生的一種要求耶 是不是 大學生的不應該再這樣講了 好 接下來 上一節我們談到量化之後 直化非常重要概念 如果你要談專題製作 這種概念不清楚 真的是做不下去 所以我花很多時間給你 讓你知道什麼叫量化 什麼叫直化 如果我把它再整理一下的話 你可以得到這樣子一個結果 數據性的 有數據的 很明確的 這個大概都可以 比較歸在量化的部分 包括我剛剛舉了很多例子 身高體重 產量 都有可以數據的幾噸 幾千核 這種 如果說這些可以 當然解釋的部分 你不管量化跟直化 都可以解釋 不過呢 如果說量化 你解釋會比較能夠客觀 但是直化 像剛剛我舉例說 阿美族 其他各個九族文化 每一個文化之間的差異性 你必須要透過親身去那個環境 看 登記 記錄 觀察 這種內心世界 比較偏內隱的 不明確的 比較內隱的 不是外顯的 內隱的 內隱的另外一個對邊叫做什麼呢 外顯 顯著的顯 外顯 內隱跟外顯之間的一種差異 這叫做直性跟量化 這邊的差別 當然我也講過 直性量化你可以做一個 並用 將來你們要做專題製作 你可以用量也可以用直 也可以直量並重 這種概念 這是一個 不管你是解釋性明確性都可以 可是呢 對猜測這件事情來講 可能直性你會猜測的比例會比較高 因為我跟同學講的時候 也許我不知道你看著我 他有沒有真正把我的話聽進去不知道 或者不要說同學跟老師 我曾經面對過老師跟老師 我看到兩個老師幾乎都要快討價了 可是呢我看他們兩個講話內容 因為我是主管 我必須要一直了解他們之間講些什麼 結果我發現一個非常重要的事 是什麼事呢 你知道他們兩個在講話的時候 講了差不多20分鐘的對答 當他們答完以後呢 我問假 我問一個老師說 剛剛他跟你講什麼你知道嗎 他跟你說的說明你有沒有聽 講不出來 我在問乙 說剛剛假回答你的問題 那個問題在哪你知道嗎 他講不出來 我的真覺 我說你們兩個問題的真覺點 真覺點在我在旁觀者 一直看你們兩個在那邊真真真論 結果呢 假沒有聽乙的說明 乙沒有聽假的說明 各自說各說各話 最後還是一樣沒有結果 這就是什麼 猜測性的 我是觀察者 我反而比較清楚 清楚他們的結果 可是對他們來講 他認為說你已經知道 我跟你說明了 為什麼你還是搞不清楚 他說我已經告訴你我的答案 你為什麼還不清楚 結果他們兩個沒有交集 這就是直化比較可能發生的狀況 這叫直性跟量化 那不管你是直性或量化呢 在這裡面收集的方法很多 有哪一些 你們可以去思考看看 你可以用觀察 可以用紀錄 可以用訪問 可以用面對面對談 你可以用電話談 你可以用這個過去的資料 所謂二手資料 你也可以到鄉鎮公所 把鄉鎮公所的大事記拿出來看 所有資料拿出來看 這個資料 包括我上一次講網路資料 這一些都是收集的方法 很重要 接下來更重要的 更重要的是這幾個東西 這幾個東西 如果你沒有去很清楚的話 你在做專題的時候 都是跟著同學這一組裡面 一個兩個老師怎麼說 他怎麼做 做完以後畢業了 結果等到企業界 真正要你用一件事的時候 你就好像沒有辦法去抓住 人家覺得說你不是學過嗎 成績單也有 我可以告訴你們前兩屆一個學姐 她去上班 上班的時候 剛好她在有一次我跟她講說 你是不是要回來這個學校 學校校慶有一個活動 你可以不可以請假回來 然後有一個訪問 她說好啊 沒問題她就跟公司請假 然後公司問她說 什麼事這麼重要 學校要你回去 她說 因為學校今天有一些活動 而且外面的委員來 她想去把她做研究的部分 做一個報告 是老師叫我去報告 那個老闆聽到說 你做什麼研究我可以看一看 老闆一看 她是做一些調查研究 老闆說這個也是我要的 回來以後 就開始這個地方幫我處理 沒問題啊 我們的同學真的很 我帶過的幾組 當然有一兩個 曾經還有一個是被當的 被當現在自己在做了 自己已經開始 我叫她重新來了 她一個人要做一份了 已經開始了 那大部分的都是真正能夠 每一個同學都從頭到尾 都是按部就班 把她亂出來 等到業界你進去以後 業界要你做 她還是可以做得出來 這才是成果嘛 而不是跟著跑跟著跑 拿到成績代表什麼 沒有 而且我可以告訴同學 到目前為止 除了我的分數比較有差距 有60幾分 有50分的 有70幾分 有80幾 有90幾的 其他的都是 一例都是85分起跳 然後老闆看到 這麼好 你專題製作 專題研究 85分表示你能力很好 85分應該很好了吧 對不對 結果叫你問東不知道 問西不知道 他不是很糗嗎 是不是 這幾個概念有 你的研究走下去會非常順 這幾個概念沒有 你走下去 你就會跟著走 這根本不知道 反正就 他叫我做什麼做什麼 最後呢 就是說一動做一動 沒有 就變成沒有意義了 你就不感興趣 好 剛剛裡面談到 量化直化 不管量化直化 這些概念你都必須要有 看起來很複雜 在你們課本的哪裡呢 中英文對照 中英文對照的地方呢 有很多名稱都在 第幾頁 在第65頁 很多名稱在65、66頁 這裡面中英文對照 譬如說 我從這裡面開始看 最重要的概念 其實呢 自變相、依變相 很重要的概念 什麼叫自變相誰知道 舉手看看 打看看啊 什麼叫自變相 小子不知道嗎 因為還沒學嘛 什麼叫自變 什麼叫自變 你變了 你在變 你在變的時候 另外跟你相關的東西會改變 那叫一變 譬如說 我變胖了 然後呢 褲子要怎麼樣 腰圍變粗了 我要換一條褲子 買一條褲子 因為我胖了 所以褲子不能穿了 所以 我本身是自變嘛 我變了他才會變 我不變他就不變了嘛 受你的改變 或者說 今天因為我的 我現在才17歲 16歲 我發育的階段 我吃的飯要多 吃的飯量要多 所以 父母親會怎麼樣 花的錢會比較多嘛 因為你吃飯量變大了 你父母親的消耗變多了 哪一個是自變 哪一個是一變 哪一個是一變 什麼叫自變 變多了 叫做一變 這種概念很重要喔 非常重要 我用非常淺顯的 來跟你講 如果你能夠抓住要點 你比很多碩士生還要厲害了 很多碩士生還要解釋不出來 好 來 剛剛那個紅色衣服的 你現在這個 表示說 喔 沒問題 我這個表情 我用直性的概念看 我看他的動作 表示說 啊 我很行啊 沒問題你問我吧 我馬上倒出來了 好啦 來 你說 你能不能舉一個例子 自變跟一變 你剛剛跟他講什麼 我不知道啦 你在講話的時候 你是自變 他旁邊變一變 是不是 對吧 因為 因為他講話 我不得不要 我被動嘛 好 那如果說 我不會記啦 我開玩笑的時候啦 我看到你的名字 我看你講話自變 像是因為你講話 他才講話 所以我不記他 我記你 看誰是變因 一個是果嘛 好 因跟果之間的關係 我用很淺顯的告訴你喔 你很少很少能夠 用這麼生活話去告訴你 什麼叫做研究的啦 我跟你講真的 這就變成英跟國 字變是英 一變是國 如果英文 英文呢 叫做什麼 字變叫independent 獨立也叫independent 好 這independent是英文 那這個呢 dependent 就是一變像 就是一變像 的 這就是 一變像 一變形 一變像